比亚迪终于很下心来对付凯美瑞雅阁这些车型了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很关注的海报DIMI这款车 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基础的产品信息 车身的尺寸是4980x1890x1492mm 轴距是2900mm 属于比较典型的必加级的尺寸 要比大多数中级的燃油车更大一点 而且轴距也更长 这里我稍微拓展开来讲一个点 很多人往往会忽略一点 就现在电动车的尺寸看起来都很大 对于燃油车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 但是实际你去对比就会发现 真实的空间利用率或者说体感上面 很多电车做的其实还没有油车那么好 但是这点上比亚迪做的一直是比较出色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是为什么 外观方面是整个海洋网的一个全新信号 几乎是全线向海报EV靠拢了 或者我们说的更加严谨一点 其实就是全部在OceanX概念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 目前来看轿车使用这套语言是比较成功的 SUV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违和感 内饰同样是全身的设计 也依然会延续在后续的一些车型上做一些微调整 海报DMI这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称式的设计 而且明确打造了几个层次感 缺点是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比较复杂 并不符合当下简约的审美喜好 优点是做工用料非常的扎实 在这款车上用到了类脊皮 针目 哑光的镀铬条等等 相当于是整个材质做了一个下放 当然了 现在新能源确实很卷 新势力也用上了这些材质 所以说在当前价位上 就是国产车对于合资品牌的一个降位打击 内饰部分有几个细节需要关注 首先是配备了10.25寸的内嵌式的全液晶仪表盘 从大家实际的反馈来看 接受程度要远高于海报那个悬浮式的仪表盘 整体看起来也会更加协调一点 第二个是配备的WHUD 这个你可以直接去参考海报EV 前几天有人给我发私信说 为什么新势力不到20万的车子就能够用到AARHUD 而比亚迪还在用WHUD呢 我的回答也非常简单 这些配置最终是要服务于车主的 它的最大作用就是提供有效的信息 并且足够的清晰 有的品牌的ARHUD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 但是它的实际的清晰度不够 看起来非常的晕 效果并没有我的海报好用 甚至是可以说是差了很多 第三是海报DMI用到了Delink 5.0的系统 而且使用到了腾式同款的778G的芯片 整体的流畅度和UI设计大幅的领先 大家可以直接去参考一下腾式Link那套系统 大差不差 完全是吊打了我现在的海报 而且我打听了一下 由于芯片的不同 后期我这代海报是无法OTE进行升级的 尺寸方面就如同我前文讲的那样 比亚迪在实际的空间利用率上是很出色的 虽然海报DMI并没有做到EV那么极致的前后拳 但是后排空间依然很大 简单形容一下就是介于汉和海报之间的 而且拥有同机最长的坐垫 我1米8的升高后排的腿部基本上是全包裹的 没有任何的做小板凳的感觉 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这个车子本身定位的问题 海报EV无一是偏向运动的 但是DMI非常非常强调家用属性 由于结构空间问题 DMI采用了前麦夫逊后五两杆 虽然它也有着更强的运动上限 但是很明显底盘设计器收到的调教需求就是舒适好开 所以海报DMI相对来说会软一点 但是不会像其他车型那么的软 你可以理解为家用B级车里面突然增加了一些运动细胞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自于它的底盘 这也是目前这款车被人带节奏最多的地方 有人说它是汉的改壳 甚至还有人说它是勤换壳 但其实完全不是 因为海报DMI用到了最新的混合动力专用底盘平台 你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大刀阔斧的进行了调整 和之前的混合动力和纯电共用的那个平台 完全不是一码事 它的布局会更加的合理 因为上电动车的电池包比较大 如果说你要进行兼容的话 对于插混车型来说势必就会有更大的浪费 所以对于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车内的空间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也对应了我前面讲到的空间问题 如果说把上述的这些信息和配置叠加在一起 我们盲餐脑补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20万左右的车型 但是今年实在是太卷了 纯电卷 燃油也卷 插混也就不得不跟着继续卷 而且年初的时候老王也喊出了那句邮电同价的口号 那就不得不去冲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去看凯美人雅阁这个级别的燃油车 大多数他们的价格是在十六七万 所以我个人盲采 海豹DMI特加区间应该也是在这个附近 如果是真的被我猜中了 那你可以试想一下 无论是内饰的用料 行驶的品质 使用的成本 甚至是二手的残值率 海豹DMI是不是都把这些燃油车按在地下摩擦呢 而这块市场每个月还能卖出15万辆左右的销量 是一块很肥很肥的蛋糕 海豹DMI的市场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那最后一个玄奸就是它的上市节奏 大概率会在车展前后进行一些动作 然后顺延到半个月左右正式上市 大概率也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OK 关于海豹DMI的产品信息 以及我个人的理解的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或者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